去調查這個所謂校正回歸的這個訊息 那我們不禁要問 台灣現在有文字譽嗎 那如果要調查這個所謂的假訊息的話 指揮中心每天 上個禮拜每天給的數字都是假數字 這樣算不算是假訊息的來源呢 定義的假訊息 它會不會只要跟政府的言論不一樣 就假訊息 什麼叫惡假害 這個也非常的抽象 完全由官方特別是調查局自己來認定 所以這一次的調查局的澄清 反而更加的證實 它有在勤收 它有在調查 疫情期間 誰發表對政府不利的言論 懈怠白色恐怖 或者是綠色恐怖的再現 這個對我們民主社會 人民的言論自由 殘害是非常深的 請 這一次愛情期間 今天就算了 這一關 喜愛情期間 他會不會只會 是 他會不會aina 我們